和后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难怪老师总说那个时代是特别的 任何神奇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特别 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十分模糊 虽然留下了记载 可是太过于众说纷纭 更像是传说里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帝王和后世的不一样 被认为在于人神之间 所谓隔于上下 就是说他们可以沟通天地 天是指天上的神仙 地就是大地上的凡人 有些典籍也记录了天教神谕 然后人们遵照去做 遵照 我要是那个时候的王 可不想和高高在上的神仙有什么往来 一族是一族断 养人鼻息 朝夕可亡 你这么说 也不是没道理 你们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声音 岑英 你待在这儿 不要走远 好 我知道的 这里 你有没有听到 你再倒程 我该看到 masVIDO 不能 333 载 Schüler 我 傅 挤 这一冊 太岁 什么 静云的佩剑 太岁 难怪刚才 这把剑上 大概也留有静云的意念 你可以把它取出来 毕竟你身上 留着辟邪的血 什么意思 太岁在第二次铸造时 融入了辟邪骨血 非人可遇 静云说过 若他死后 无人能再驾驭这柄剑 便将他送去天路城 我也没想到 会在此处再见 非人可遇 那他 静云曾经落入魔狱 在那里遇到了辟邪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接受了辟邪的力量 那再找个人这样做 岂不是也能成为太岁的主人 辟邪之力 并非常人可以接纳 须得体质特异 且拥有对人族而言 极其强横的精神与肉体 即便如此 静云在那之后 因为身体的巨大负担 也注定比旁人早亡 静云 是因为这样过失的 不 他是战死的 当时有魔族入侵人家 战斗很惨烈 世传轩原皇帝 同魔帝赤友 于诸禄一决生死 从此天下大定 但其实在那之前的几年 人家就已经有了魔族的身影 之前遇到的静 原本也是魔狱之妖 他们天生就有穿越空间的异能 所以才有了破静之战 太岁 我听说太岁是一边有灵性的剑 甚至会让人觉得 他有自己的意志 既然只有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 那么就是他选择了你 这个又是 以昆仑玉打造的纸环 注入了辟邪之力 能够令静云更好的驾驭太岁 你大概是用不上的 我 北洛 云巫月 你们快来看 空间裂口 我刚把纸笔收起来 它就忽然出现了 永巫月 我感觉不到对面的气息 你呢 一样 我还没太明白 这空间能力要怎么使唤 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找路去天路城 再从那儿绕回人间 恐怕很难 魔域的许多空间相隔遥远 甚至并无通路 既然一时间也没什么更好的出路 那要不进去试试 这是 杨平 真的是杨平 我们回来了 街上怎么这样冷情 是因为起雾吗 先回客栈 师兄一定担心死了 不对 我不会离开太远 你们可以照常行事 但要小心 总觉得又要出事了 北洛 你的剑 是靳云的佩剑 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剑也会说话吗 难道是说 让你带她走 哪儿这么清楚 只是一种隐约的感觉罢了 北洛 虽然我不赞成拿走古物 但如果是这把剑自己要跟着你 我还听说 有些古老的剑上 会附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想要啥 像是怨魂啊 获取主人的记忆啊 要是你也看到了什么 能不能和我说说 你想的也未免太远了吧 小姑娘 你做什么 咱们客栈这几日被贵人包了 不能随便出入 那我师兄还在里面 还有一位姓葛的长辈 肯定走了吧 为了把地儿疼出来 所有的客人最实在前天都离开了 前天 你没记错吧 没啊 那天不是白鹿吗 我记得可劳了 白鹿 不对 白鹿已经过去七八天了 小姑娘 你这日子过得可是糊涂呀 伙计说得没错 北洛 你瞧 太奇怪了 我们在摩狱 明明只待了一天不到 这针怎么不动了 我们真的在扬平 或者说 还是当初那个扬平 就说摩狱哪有这么好心 直接给人一条大路啊 那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不成 时间倒流了 再四处走走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古怪 你身上的食物和水 过几天的量 水 我之前在鼎湖的时候又装了一些 省着点五六天总没问题 还有这个 博物学会最新研究出来的 吃一块管饱一天的小饼 是上回去淮安分会时 那边的会长送给我的 剩下的能撑七八天 就是味道不太好 你要分点吗 不用 你省着吃 我喝云屋月 十天半月不吃不喝也无所谓 哦 可惜这种小饼没办法做出很多 就算在学会里也是个稀罕物 不然能拿它救多少人呀 说不定 ít了 你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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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接受的塔子 真好的 我见过那御孝娘子的未婚夫婿 这位小姐好生命善 于小娘子 你上回卖给我的几条帕子 绣得可真好 那上面的花儿跟活了一样 什么时候再给我一些啊 这个月应该还有两条 那行 好啊 好了的话 你尽快来张家跟我招呼一声 我知道了 奇怪 之前闲逛时经过这家 那姑娘说她不再绣花了 城郊有大雾 被什么东西挡住一样 没法过去 师兄 葛先生和他的随从 还有黄金飞天署都不见了 明明白鹿已经过去七八天 伙计却告诉我前天是白鹿 还有 于家那个姑娘说不再绣花了 转眼又卖帕子给别人 好多奇奇怪怪的事 不如 去于家再探查看看 要不我跑趟客栈 或许还有什么线索留下 一桩一桩事来 大不了晚点再一起去客栈 怎么总有燕子在飞来飞去 好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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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吗 怎么回事 没人 要是出去了 干嘛不把门锁上 干嘛不把门锁上 好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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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 幻觉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我们跌入了幻境 虽然不是真实 虽然不是真实 但也不是寻常所说的幻境 如果我料想的不错 这里应该属于某个人的意识 意识 想法 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我曾经遇到过完全其身在这里的种族 他们把这里叫做前灵境 而前灵境中经常会出现梦境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做梦 而我们莫名其妙跑到了这家伙的梦里 我甚至怀疑 不只是一个人的梦 等等等等 如果进到了别人的梦里 那我们自己又变成什么样了 身体还在吗 还是跟患了灵魂症一样 我们也在做梦 可是 我觉得自己很清醒 那是不是等睡醒了 就会离开这儿 发觉还在鼎湖 总不会鼎湖也是一个梦吧 在鼎湖我没有感到异常 进入阳瓶之后 才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所以我想跟着那只燕子寻找线索 可惜它后来消失了 不过在这里待得越久 能感受到的就越多 到了刚才那扇门前 我几乎可以确定 我们身处梦中 谁能把我们带起来 无法断定 这里非常起义 梦中的事物通常千变万化 转瞬即逝 而眼前的梦 却超乎寻常的稳定 已经形成了狱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鲜明的狱 狱主 也就是做梦者 它的精神力可能极度强大 亦会有其他外力 维持住了整个狱 但无论如何 既然有异常之处 我们恐怕不会自然行转 就是说 被困在这儿了 待我伤势完全恢复 应该能带你们一起脱身 在那之前 只能寄望于其他线索 既然这样 你和岑英 要不要找个安全点的地方休息 刚才那支驼队 我想跟去看看 不知道是假的 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倒霉鬼 一起去 前陵境中耗趣的是精神力 即便静止不动 也难以减少太多消耗 何况对我而言 在这里 伤势的愈合已经快了许多 你别勉强就行 你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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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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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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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 只要是精神 就可以出入别人的意识 人在清醒的时候 乾陵境对于外力的侵入 会十分抗拒 做梦时则略有松懈 且磨得力量迥异 并非每一种都能进入乾陵境 妖族和人族中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就更少了 若无特殊情形 也只有已经成为玉的梦境 才能让别人在其中停留一段时间 照这么说 这个梦里其他的人 岂不就危险了 万一这些魔也袭击他们 好吗 好吗 好吗